为什么霸天虎全是飞机坦克 汽车人却只能变成汽车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霸天虎代表着赛博坦人最高的军事力量 是用来征战和毁灭的 而他们还拥有着特种王牌三变金刚 比如其中佼佼者闪电 不仅能变身成一架胡服喷气战机 在陆战时还能变身成日本74式主战坦克 实力强大到能轻易碾压大黄蜂 而反观汽车人这边 由于大多都是赛博坦民用机器人 因此除开一些老牌强者外 比如能变身飞机的同温层和天虎 其他基本除了汽车就还是汽车 更是完美地印证了那句 变形金刚就是最好的汽车广告 而双方的实力也同样不成正乎 在便衣随便出来一位霸天虎都能吊打一切 空军汉将旋运单人就覆灭了美军卡塔尔基地 而红蜘蛛轻松以一敌二细耍铁皮与救护车 更不用说实力上处于巅峰的老威 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守思绝世 吊打汽车人领袖擎天柱 可以说两边的实力犹如云泥之笔 这也是为什么变三十余天敌会说 汽车人与霸天虎的战斗 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生存 毕竟一方全是飞机坦克大炮 而另一方除了汽车还是汽车 简直就是爸爸的儿子